在今天的大台北爬爬购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看市区一家日本料理店 因为家族有渔船 所以业者可以拿到最新鲜的渔货 也给涛客尝到最鲜美的滋味 诉求评价 新鲜 还有速度快 这一家开在市区二三楼的日本料理店 每天坐无需席 翻桌绿缸 顾客全冲着美食而来 我今天吃的是牛小排餐 然后觉得它肉很嫩 很新鲜 吃得出来就是师傅烤的技术很好 照烧鸡腿 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鸡肉非常有弹性 吃起来很好吃 香鱼很好吃 日火即化 吃的货嘴巴里面还有甘甜的味道 它的手卷跟别人不一样 比较特殊 不管是牛小排 猪排等日式料理 备受肯定 最受欢迎的是海鲜 老板家族有渔船 所以可以拿到最新鲜的渔货 每隔三个月会换菜单 根据季节尝到不一样的海鲜偷餐 那因为我们本港都是一些海鲜 生鱼片为主 那我们家也有抓螃蟹 只是说季节还不对 所以目前还没推出 到冬天的时候比较特殊了 我会推点螃蟹餐 还有一个大胆的推 又推了一个龙胆石斑 因为龙胆石斑一般来讲 在海鲜店都是五次六次 那我的特色是上一份 让每一个客人可以吃到一份 龙胆石斑是清蒸的或用烤的 我觉得说基隆的日本料理店并不多 那大部分都是开在一楼 我也比较大胆的尝试开在二楼 那我们走的是平价的路线 那平价的路线是说 希望能够让我们基隆 大家能够在日本料理店 享受一些比较新鲜的 因为我们的特色是说 新鲜然后速度快 那我们会尽量朝着 连锁店的目标去努力 这个是我最终的目标 所以在我们的菜市场上 大概都是会维持在 三个月换一次部分的菜单 烤出来的龙胆石斑 一人一份 老板特别指出其独到之处 龙胆石斑它是最少30斤以上的大石斑 然后去买来以后 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看是要清蒸 还是要烤还是要炸的 都可以做各种美味 都是活的石斑去做出来的 还有秋刀鱼 入到入味的香鱼都很受顾客喜爱 秋刀鱼是我们那个台湾的鱼船 这个吉隆这边的鱼船到那个北海道那边 都大量的抓了不少 然后整个印了 印了回来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在这个 看法店我们这里是我们很有名的这个鱼食厂 它每天就是进那边披滑过来 这个甘鱼是我们打食物或食物去 特别用它那个酱料 然后就编织出来 然后用一直煮到的时候 它里面的骨头什么的食物都输掉 然后一入口即化 就是它的特色 讲求出菜速度及新鲜食材 这一家在市区的日式料理店 希望以亲民的价格 让更多消费者可以尝到 既有在地的新鲜海产 还可以依照季节吃到最鲜美的滋味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